上海滩上演过波兰壮阔的战乱纷争 全力耕顶 也有细致入微的爱情小品 上海滩的爱情不只是花钱月下 灯红酒玉 更是动荡时局下的皈依 每一则人生故事都与城市历史的细节 有着千丝万缘的年轻 法国梧桐 中国城市中最具异域风情的绿花树 十九世纪 这个树种跟随法国冒险渣的轮船飘扬过海 在上海的法租界扎根 最初的法租界范围比较小 经历三次扩张 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法租界已经发展成为城市的中心 这里有上海最高档的住宅区 复兴中路 旧上海叫拉斐德路 是法租界内东西向的主干道 法国梧桐保存得最为完整 石库门理论和花园洋房分布在道路两侧 直到今天仍散发着别致的异域情调 1933年上海的冲天特别短促 进入五月天气已经温热得如同盛夏 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气温最高的五月份 此时法租界的时局很不平静 鹿电洞是法租界巡捕房茶几谷的翻译 每天他都要到薛华丽路22号 中央巡捕房上班 1869年法租界开始招收华人巡捕 并且人数逐年增多 到了1933年 华人雇员数量已占据巡捕房总人数的八成 鹿电洞这个人呢 他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呢 参加了就是上海法租界工董局的培训学校 专门来为当时的法租界的行政部门 培训法语人才 随后呢 毕业之后加入了就是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 担任法文翻译这个工作 1933年5月15日 法租界抓捕了一名犯人 这个犯人被怀疑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这引起法租界政治处的密切关注 晚清以后特别是民国初年 各种政治势力云集到了租界 租界是国中之国 他可以躲避中国政府的一个追捕 随便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你来到这里你去住房子 你住了一个月你搬走 那么又来一个人 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 互相人都不认识 有不同政治亲善的人 给他们在这地方活动提供了最大的方便 被巡捕房逮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 严谨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史良 担当辩护律师 作为此案的沈俊翻译 路电动因此开始与史良接触 这是他与史良律师事务所所在的 腊匪德路腊匪坊一号 结下不解之远 在上海 租界相当于一个城中之国 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 法租界的统治机构是工董局 基本上采用法国政体制度 对租界内的行政 警备 财务 卫生 交通等进行管理 法国驻上海领事 可以运用法国的法律 对刑事民事案件进行审判 这种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 在殖民地国家所享有的一种非法特权 租界的治外法权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但他政治上的中立 为营救被关押人员提供了法律上的便利 租界也因此称为各党派人士躲避国民党迫害的避难所 这次抓到的犯人自称名叫施易 为他辩护的女律师史良 在上海滩几乎无人不孝 律师这个职业从西方传来中国之后 一直为男性专属 直到1932年 上海才出现两位女性律师 其中一位就是史良 路电洞作为此案的审讯翻译 要经受嫌犯的口供 也要代表法租界直接与辩护律师史良接触 上海五月的天气还没达到最炎热的时候 而法庭内的辩论却十分火热 他作为辩护的分才是相当的镇定自落 而且就是大意凛然 就是因为他对法条很熟 所以法官包括公诉人询问他的问题 他基本上都能够一一找出他们的破绽 史良从审讯翻译路电洞那里了解到 目前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失忆的身份 而租界审案比华界更加注重证据 因此史良要竭力将失忆留在租界 避免引渡到华界审理 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对于共产党的处罚 它特别重 它认为这是刑事法 它的刑法它定的比较高 但是在西方国家 它把它作为政治犯来处理 它处理就不一样 通过史良的辩护 法官当庭裁定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 嫌犯将无罪释放 但此时坏消息传来 失忆就是中共中央委员邓忠夏 他曾领导过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 是共产党的核心成员 当年拍摄的纪录电影中 留下了邓忠夏短短三秒钟的珍贵影像 国民党当局花费十万大洋 收买法租界巡捕房上上下下 要将邓忠夏强行引渡到滑稽 比如说这个政治犯 中国政府就是说 出了非常大的条件 必须抓到这个人 法国李永世也没有办法 也必须把这个人交出去 因为当时在1930年代 凡是逮捕的共产党的药犯 很多都是不经很严密的审讯 很快就是处决掉了 以邓忠夏为例 33年他一旦被巡捕房逮捕之后 被解压到吴松锦 被司令部很快 他被处决掉了 邓忠夏最终遇难 但这是史良参与营救 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开端 腊肥房现在已改名复兴房 上世纪30年代 史良在这里的律师事务所 渐渐成为营救被捕 进步人士的重要站点 路电洞也是在这里结识了史良 并被他的专业锐智 大气沉着所感染 主动向史良透露 巡捕房的各种情报 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遇 一个公职人员 他还是就是巡捕房的一个法文翻译 他碰到了一个女性的革命的同情者 他会怎么说呢 有点奋不顾身 我只能用就是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一见倾心或一见钟情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推测 上世纪30年代 路电洞住在中央寻土房旁边的职工宿舍 位置就在今天的建国西路 向北走大约一公里 就是史良居住的腊匪德路腊匪房 这一带是法租界的中央区 也是最繁华热闹的区域 有跑狗场 回力球场 和许多居民小区 道路四通八达 进出方便 复杂的街市环境 为进步人士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跟踪迫害 提供了有利条件 鲁迅发起的左翼作家联盟中 萧红萧军 田汉涅尔 胡峰梅智夫妇 许多的成员就住在这一带 然而法租界里相对宽松的环境 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在邓中下 被处决的同一年 中共地下党员 左连宣传部长任白哥 也在家中被捕 他长期从事革命文化事业的宣传 组织和领导工作 警探在他的家中 只发现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 并无其他罪证 史良接手了营救任白哥的案子 并且把保释任白哥的任务 委托给了陆电洞 陆电洞当时就假冒 说他是任白哥的亲戚 他带着保释金到了巡捕房 然后故意就说 哎呀你这样一个人 姑妈在家里等着你好久了 你还在这边上海到处乱窜了事 就是冒充亲戚这样一个身份 陆电洞的表演 打消了国民党警察的怀疑 加上他塞给对方的保释金 以及史良通过法院里 其他友人的运作 最终使任白哥成功脱鞋 在新中国成立后 任白哥担任过 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 是酒精考验的革命者 通过几次合作 史良虽未对陆电洞的感情 做出明显回应 但在史良心中 陆电洞至少是一个 值得信赖的伙伴 陆电洞 作为巡捕房政治处的翻译 他时常私下向史良 透露下一个抓捕目标是谁 被捕人员在狱中情况如何 甚至利用职务之变 直接参与营救 比如说有一些政治犯 已经很明确是要被引渡了 在这些过程当中 他故意去严格翻译公文 使得引渡这个事件被延长 被延长之后 法租界工董局 就不得不把这些政治犯提前释放 陆电洞与史良的合作 卓有成效 雄锦廷 爱吴 方之达 向志德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都是因为他们的帮助 才得以脱险 但对于陆电洞的职业来说 这样做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如果一次做的话 那么可能别人会认为 他是怎么就是能力不强啊怎么样 但是屡屡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的上司包括他同僚 一定知道其中的技巧 这些事件 陆电一旦被他上司发现之后 对他的前途一定是没有任何好处 法租界的花花世界 充满各种政治阴谋和尔虞我诈 但陆电洞和史良之间 却逐渐建立起牢不可破的信任 在上海 公共租界以金融业和商业房地产业组成 外滩的银行和商行是它的标志 而在法租界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是民用房地产 史良居住的拉肥坊一带 就是经过严格规划的高档住宅区 只准建设欧洲风情的花园洋房 价格昂贵 在当时的法租界拉肥德路 如果你要起一个三层楼的洋房 差不多是三万法笔 而像史良这样 当时才三十多岁的律师 平均而言的一年的收入 差不多在一两万元一年 1935年他和董康做案件 一年当中赚了三万多元 史良可以称得上女性中的富翁 能轻松置板私产 而路电动只是一个 每月拿固定薪水的小职员 巡捕房的工作在上海 还算比较体面 收入也可以负担 适当的娱乐花销 但与史良相比 则逊色太多 一个巡警或巡捕的收入呢 一个月差不多是在 150元到200法币 他作为文职官员 担任法文翻译 一个月的收入 差不多我推测 也大概就是在 200元法币一个月 这样子他一年的收入 不过大概才 3000元法币不到一些 在纳菲坊一带 高档社区里 还居住着各国外交官员 商业大亨 何湘宁 刘海素 柳亚子等各界知名人士 以及众多国民党高官 平时与史良交往的 也都是宋庆龄 沈君如等社会名流 而法租界巡捕房职员的 社会地位 与史良相差甚远 人们对于警察 巡捕这样的工作 相对来说是不大 能够被社会接受的 社会地位还算低的 而史良是个著名的女历史 而且身价不菲 他们觉得 这两个好像男女 不是特别的相配和相衬 当然这是他的朋友 有这样的一种意见 影响两人关系 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不只是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落差 还有两个人年龄的差距 史良比路电动大了七岁 路电动是典型的上海男人 细致体贴 善于照顾人 对于史良这样强势的大女人而言 路电动的性格 对她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他们有一次 撑火车到外面去旅行 当时史良困乏了 想在车厢内休息一下 他需要为那个史良 专门把帘子卷起来 最后给他带好了一个睡衣 方便他在车厢内进行休息 最后把帘子拉上之后 他一个人跑到了车厢的旁边 看书望着窗外的风景去了 然而为租界服务的公职人员 与进步的女律师来往过密 并参与革命活动 这意味着路电动的职业生涯 走到了尽头 她在法租界巡捕发展职业生涯 不算平步轻语 最高也就是在做一个文职的翻译工作 但我想这是跟她的职业取向有关系 因为她自从和史良相遇之后 她已经置不在于此 否则很难想象她会放弃自己 或者冒着自己职业上面的危险 去帮助史良去营救 这样一些革命的政治犯 1934年路电动辞去工作 离开了法租界巡捕房 17岁入职 27岁离开 10年巡捕房翻译的生涯就此结束 1931年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918事变 侵占中国东北 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模糊 而民间抗日呼声日渐高涨 宋庆龄 何湘宁等民主人士 在上海发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史良积极参与其中 成为救国会的领导者 救国会要求政府 停止与共产党的内战 联合抗日 1936年 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 逮捕沈君如 张乃契 杀千里 邹涛粪 李公浦 王造实等六位救国会领导人 史良也受到政府的通缉 随时可能被捕入狱 他事实上已经是被 国民党的上海市公安局 有专门一个拘捕公告 他属于就是逃犯 他需要找一个可以信靠的人 把他藏身 他找到谁呢 他要找到路电洞 1936年11月的一天 路电洞来到腊肥坊一号 与史良一起 收拾简单的行李 匆匆逃离上海 到苏州路电洞的亲戚家躲避 旧国会领导人被捕一个月后 西安事变爆发 张学良与杨虎成发动兵舰 扣留蒋介石 在周恩来的主导下 国共两党达成协议 停止内战 联合抗日 就在这时 在外躲避的史良 选择主动投案 他在等待一个时机 等待一个时局 对他有益的时机 他再去做自首这样一件事 就可以引起一个 很大的舆论的轰动 路电洞在出行之前 由他开车 然后先把史良 进行了一番化妆 化妆穿了一个贵妇人 穿球皮大衣的 跨着包的贵妇人 然后直接驱车 开到了上海 然后自首 到法院蒙前进 警察局蒙前进自首 七军子案轰动一时 全国各界 掀起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在狱中的七个人 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中国共产党 社会各界人士 甚至国际友人 都对国民党政府 发出强烈抗议和谴责 三六年底到三七年初 在日内瓦 召开的日内瓦国际和平会议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也打电报 给国民政府 要求释放七军子 还国际一个公益 为释放七军子 呼吁的 不仅有爱因斯坦 杜威这样的大学者 也有市井里的 声斗小民 上海的一家杂志 妇女生活 看在了一个 少奶奶的态度 我对这七个人 一个也不认识 不过我很同情他们 在这个时候 只要有一点正义感的人 谁不会喊出 要救国呢 不久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8月13日 日军净犯上海 淞沪会战爆发 内忧外患之下 国民政府不得不释放 关押半年多的七军子 经过七军子案的洗礼 史良告别律师职业 把工作重心 放到民族救亡运动上 他离开上海滩 辗转广州 香港 最终到达重庆 史良与陆电洞 从此天刻一方 动荡的时局之下 个人的情感问题 显得微不足道 战火结束了上海滩黄金十年的安定与繁荣 城市的经济发展中断 人员死伤无数 最终随着上海的沦陷 租借成为日军包围下的孤岛 数十万难民涌入其中 战乱或使路电洞也离开上海 一路颠沛流离来到重庆 1940年 在抗战的大后方 在远离上海数千公里的山城 他与史良再次相遇 当时史良是帮助宋美玲 在做战后的国际救援工作 和妇女的救援工作 艰难事业当中再次相遇 然后一下子 就是有种久别重逢的感觉 并且迅速地碰撞起了爱的火花 随后他们就结婚了 历尽波折 33岁的路电洞 与40岁的史良 终于走到了一起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结婚证上 印着这样的誓词 仅以白头之曰书向红尖 好将红叶之盟载名冤谱 此证 爱情和婚姻在战乱时期 尤为珍贵 史良他出生于长州的名门 路电洞相对来说跟他社会身份和地位 差异悬殊很大 但我从史良后来他有一本自述 他自述当中对他的先生路电洞是赞不绝口 而且我们从后来资料也发现 在路电洞先塌逝世之后 史良是悲痛万分 不能自已 整个就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感觉 所以我想他们这段婚姻 应该还是相当美满幸福的 抗战结束后 故电洞与史良 重返上海 再次回到腊肥坊一号的时候 战火已经消散 洋房和梧桐 依旧助力路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史良把腊肥坊一号 无偿捐赠给国家 现在这里住着上海最普通的人家 1949年 史良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任司法部部长 路电洞在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任职 1950年 史良主持制令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1976年 路电洞病逝 享年69岁 1985年 史良在北京逝世 享年85岁 他们一起经历了36年 稳定而幸福的婚姻